为加强青少年首发意识 警方推出新版青少年罪行自私准攻略 防罪小冊子 内容主要是针对今年上半年 在青少年间急升的案件 包括洗黑钱和诈骗等等 警方说今年上半年 合共录得1529宗青少年罪案 案年增加大概两成 主要涉及诈骗 有217人被捕 升幅超过一倍 而涉及洗黑钱的就合共有113人被捕 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新版的青少年罪行自私准攻略 防罪小冊子 围绕的五个主题就包括这两类的罪行 另外亦涵盖同党欺凌 三合会罪行 以及是裸疗刑事恐吓等 青少年容易中招的网上交友风险 警方说不少诈骗被捕的青少年都是被利用 但是当局已经多番宣传提醒 为什么情况依旧呢 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 但是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做了这方面 但是有没有人认真去看呢 看了其实会不会帮忙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醒身边人 去从而防范呢 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看 可能因为你觉得你不会被受骗 但是欺骗的手段是陈出不穷的 《生共略》包含五条防罪短片等 被学校参与 我们都列举了一些真实的案例 我们都搜集了法庭相关的一些裁决 以及在法官在判案上 曾经提过一些治理名言 一些警势的良言 希望令到老师、家长、社工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都可以更加了解相关罪行的元素 至于如何评价现时警队和青少年的关系 警务处处长萧扎仪 就以被大学生参加的警队学长计划为例 说参与的人数创新高 反映双方无大问题 警方已经印製了五万份的防罪小冊子 将会发放给全港的中小学 办学团体和青年服务机构等等 另外也会摆放在公共图书馆 给市民随悦 无线电视记者陈思玲